中文貢獻 中文貢獻 劉政鴻 威法犯金 劉政鴻 威法犯金 劉政鴻 威法犯金 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大土自救会的发言人叶秀桃女士 以及金坤地震征搜的学者 政大地震系的系主任 来为我们解析这个案子荒谬滥权的地方 各位先生小姐 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是非常沉重的心情 我记得我知道的就是说 包括我们渡南自救会的成员 今天要来北上都还有便衣情 来跟着我们来 我们发生 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各位 就是我们竹篮大补自救会 6月9号那边发生的情形 我想请各位记者都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那一天早上 一大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就有两百多位 他是由第一总队 那边有图片 有第一总队带队 然后进到我们的家园 三点多 你看第一总队 带着我们这些人进入了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老百姓 第一个 做到了惊吓 有好几位已经受伤 现在都有来到这个现场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这些事情产生了以后 让我们这边所有的乡民 暴脱痛哭 我们这些都很害怕 我们这些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犯了什么法 要用那么多的警察 来围着我们 进入我们家园 挖我们的土地 忽然我们才发觉 他来执行的人讲说 那不然你们所有钱状拿出来了 原来就是因为我们不只要所有钱状的人 他就要来破坏我们的土地 所以请各位先生 你们看看我们的图片 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本案 你们各位可以看这张图片 本案是 原来他规划的时候 是在讨论原利原配的 结果呢 在97年3月的时候 苗栗县政府为了某一个集团 要增加4.98公顷的地 所以在短短之间一个月 就通过了这个法案 当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呢 所有的农民就要被赶走 所有的农民都要被赶出 百年的家园 所有的农民都要被赶出 两天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689会议 独委会里面 跟那个刘正宏先生 他有承诺 承诺我们要从优从宽 结果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实践 第四点 我们的718会议 他不给农民参加 这个是违法的 第五点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非常的辛苦 澄清澄清再澄清 从行政院 监察院内政部 我们都去承行 花花苗栗县政府 我们没有得到合理的回应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农民都这么可怜 都要来再一次的恳求马 马总统 看看我们农民是怎么 怎么情形 我们的政府是这样的对待 我们的农民吗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让那个马政府知道 这个区乱征收是二把 因为他用那个市价的市则价征收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土地是经营百年的那个农田 粮田 他要用一张笔纸就要把我们用市则价赶走 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刘正宏县长他们苗栗县县长呢 他要在开发的时候呢 现在他给我们估了市则价的那个 的那个补偿费 但是呢 他以后开发以后的那个单价 他都不公布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害怕 我们为什么不敢去面对这些 不敢去交所有权状 就是因为他没有讲清楚 开发以后他一瓶要多少钱 现在他一瓶是 假如是一万块的话 以后开发是五万六万呢 他都没有给我们所有的人答案 所以呢 我们呢 不愿意缴权杖 我们不是不配合 而是我们的政府做事情 为什么这么不透明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方式 不断的逼迫我们 要怎样要怎样 结果呢 我们过得像水深火热的这个状况 请你们各位大家看看 谢谢以上 谢谢叶秀桃 他本身也是大谷的女儿 然后呢 我们当天呢 很多受伤的那个妇女也在现场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征收有九百八十七户的农民受到影响 我要告诉大家 刘正宏说他开怪手去开路 这是骗人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凌晨 二十几台怪手开进去之后 就不见了 第二天就不见了 如果真的是开路 他应该要持续开路 告诉我们他在开路 但是他没有 他纯粹就是去宣誓 这种独豪猎身的行径 在中海民国的台湾可以调成吗 我们也要报库马总统 你的名之所欲 你的Long State 不是要来攻排这些农民吗 但是你为什么可以放任现场如此为所欲为 我是二总部 科学研究三级驱弹征收的流行商地址 我们家都是永泉 永泉好山好水 我们种稻子非常好 从来都没有喷荣药 我们开会的时候 前上个礼拜六开会 有两三百个警察 好像戒员一样 我们开会为什么要两三百个警察在那边 对我们是怎样的态度 让我们开会的时候 两层警察围住我们 就像大谱一样 整个那是抢劫嘛 那哪像是政府嘛 我搞不清楚 到底这是民主国家吗 老百姓种田有什么罪 所谓七段征收恶毒而已 这是恶法 这就是灭农条款 什么叫七段征收 所有的条件没讲好 反而公告地价降低了 为了要征收我们 把所有的公告地价降低了 那跟抢劫有什么差别 谢谢刘庆昌 我要跟大家讲 老人家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强盗也会老一嘴啦 政府所给我们弄破碗 就是这个样子啊 怪手开尽良田啊 政府给我们弄破碗 我们现在要请政大地震系的 徐世荣教授徐主任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必须要严厉谴责苗栗县政府跟苗栗县县长刘正宏先生 一个政府应该是要让人民安身立命 一个政府不是要让人民流离失所 但是我们现在在苗栗县县在新竹县尤其是在苗栗县我们看到了是宪府全力的一个滥用来剥夺人民的生存权财产权跟工作权这是宪府不允许的所以我们今天社会各界我个人叛勤社会各界大家都能够站出来 严厉的欠责苗栗县县政府跟苗栗县的县长刘正宏先生 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邱锦委员来讲这个荒庙跟不当的地方 各位媒体朋友各位乡亲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不谈别的 我们依法论法呢 我这边有一条法律 是一端行政程序法第35条 关于土地分离之天然之息 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一顶兰灰 一顶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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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于土地分离之天然之息 不能一个院内收获者 是不能进行查封 是不可以像这样把怪手开进去 把这些 还没有跟土地分离的这些天然之息 把它摧毁的 所以呢 今天刘正宏县长 他动用警力 又威嚇居民 是属于权力的滥用 也触犯了刑法第354条的 唯一损罪 今天呢 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刘正宏虽然是这个地方上的县长 但是也不可以随便的剥夺我们人民的财产 刚刚我们政大地政系的徐世荣老师已经讲了 我们征收土地滥用 这样的一个行政权呢 是日本的一百倍 这个是国家的耻辱 我们人民的土地跟财产没有保障 我们的公民社会 我们的民主社会就没有办法建立 尤其像这样 偷偷摸摸三更半夜 去用伴手去损毁人民的财产 这个更是法理不容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总统府前面 就是要让马总统无可回避 我们要告诉马总统 我们要告诉马主席 你所提名的 你所牵手去助选支持 然后因而当选的刘正宏县长 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这样的一个负母官 是欺负人民 招败百姓财产的县长 所以呢 马总统 马主席 你不要继续躲在总统幕里面 你要赶快站出来 增加国家的高度 依法行政 把土地还给我们的民营 大家加油 加油 帮我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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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加点